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大业大的丰田已经开发出旗下的真正新能源汽车丰田Mirai氢燃料汽车 并且在2014年在日本上市 有的人可能会说为什么在国内很少听到这个车型的名字呢 更别说看到真车了 未必丰田这么小气 其实并不是丰田不想卖到中国 只是这个车虽然在国外受到热捧 但是若真来到中国 其销量或许很惨淡 有车友说出了原因 这个车所使用的油也就是轻 在国内只有极少数的加入站可以加注 几乎没有 这限制了氢燃料汽车的普及 这款车的外观造型非常嫌味 似乎整个车身的设计来源于太空飞船 前脸的造型非常标新立异 作为一款新能源汽车 悬浮式车顶这样的流行元素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款车还拥有着4870 1810 1535毫米的车身尺寸 轴距达到了2780毫米 这辆车最夸张的还不是外观造型 而是动力系统 丰田B-Ride使用了氢氧燃料电池组和交流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 拥有155匹马力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82公里 这款车因为使用了相对比较丰富的氢燃料 所谓的油耗一公里才一毛钱 这款车因为没有燃料石油燃烧 所以排除的尾气没有污染只有水 不仅环保而且还省钱 简直就是神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